感谢以下粉丝的点赞和赞赏,非常感谢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不公平的爱新鱼快递 这个爱新鱼快递之前也给大家玩过,对吧 一出来每个人家里送的东西不一样 你看旁边的陈猫猫家里送了一个核弹 还送了三个心灵突击队,对吧 他这个心灵突击队直接冲到紫色家里来,要炸紫色的电厂 紫色这个手术不够快呀,对吧 你这个电厂被炸掉了,你兵营出不来 这下你就完了呀,然后小绿家送了重攻 粉色家送了超级武器 旁边的蓝色家也送了重攻,对吧 我这个地方送了什么东西呢 我这个地方送了一个靶型,看到没有 打这个靶型,打掉以后就可以升个三星 你看,他过一段时间会给我家里刷个靶型 只要打掉那个靶型就会升个三星 然后这个旁边的陈猫猫呢,他有核弹对吧 这个核弹对我有威胁 所以说我们就准备先打他,然后先造一点兵 防止上面的蓝色来打我对吧 因为蓝色送的重攻嘛 那个紫色家里送了什么呢 上次我们玩的是紫色那个位置对吧 紫色家一出来就是联合国 他所有的国家属性他都有啊 什么巨炮啊,美国伞兵对吧 然后我们用牛车来救一下他 不然的话你看他电厂出不来呀 他电厂一出来就被这个东西给炸了对吧 所以说用牛车救一下他 把这个新灵突击队赶回去 然后我们广快造一个偷 走过来偷陈猫猫的重攻 他造了一条围墙,结果没有围住 你看留了一条缝隙 我们直接拐过来把他重攻给他摸走 摸走了以后在他家里甩地宝啊 然后呢就可以走他家里出坦克 再出一个蜘蛛对吧 然后那个你看那个紫色出的巨炮也被炸了 出个蜘蛛过来救一下这个紫色啊 把这个油鲤给他杀了对吧 杀了以后这样紫色就能完了 然后我们广快把陈猫猫带走 陈猫猫呢一天到晚不干好事对吧 直接打他的电厂 打掉电厂以后再甩个地宝 然后我们所有的坦克直接拐进来啊 这样他就守不住了 因为他离我比较近 等一下他这个核弹炸我的话呢 我是有一点伤的 走他家里出坦克 然后用地宝加坦克把他基地干掉 现在得小心上面的蓝色啊 这个蓝色一出来他送了个重攻 他的坦克的比较多对吧 然后我们坦克打完陈猫猫管快随城了 他好像有有这个苏蒙基地 可以造冥军的跟苏军的坦克对吧 先打掉把星 打掉把星生一个三星坦克 所以说我们这个位置呢 等一下刷了把星呢 就用这个坦克打了 用坦克打可以生三星 这个兵打了生三星没什么用 然后那个大蓝色家里是没有基地的啊 大蓝色家里的是刷箱子的 这个跟那个不公平一块地差不多啊 然后这个小蓝你看 走到我家里采用我的框对吧 采用我的框直接打掉牛 你们看到了是他先动的手 然后我们的大兵走过来 他吓一跳你看 吓一跳辐射自己烫自己 然后我们的动员兵拐过来 你有辐射啊 现在你辐射死了呀 辐射死了 我们这么多动员兵打你 你怎么办 但是这边 这边这个紫色干什么 我揪了一下他 他直接用巨炮打我 然后这个紫色你看 这个紫色自己把自己的兵给烫死了 对吧 跟这个蓝色一个样子 你看蓝色自己烫自己 他们有一点紧张啊 这个辐射裤子一坨把自己坦克烫了 然后这个蓝色很生气 对吧 蓝色很生气 冲到我家里来 广快往后面退 打掉把星 升个三星 哎呀 你这个坦克被自己的辐射给烫了 被自己的辐射烫了 都冒烟的 冒烟的他就打不烟 然后我们升了两个三星坦克 左右摇摆 哎呀 先把小蓝带走啊 打这个小块地呢 一定要先把左右邻居带走 对吧 然后这个紫色 开局早知道我就不救他 你看他不让我采矿 龙夫与蛇对吧 你这个蛇都快守不住了 我都救了你 你还要打我的牛 那就不能怪我了 我们直接冲过来打他的巨炮 因为紫色这个位置啊 他是联合国啊 一出来你看他这里有很多旗杆 对吧 他所有国家的属性都能造 他能造辐射兵 能造举举手 能有散兵 能有巨炮 对吧 所以说他这个位置一旦后期 后期发展起来也比较厉害啊 所以说广怪把他的牛车干掉 干掉牛车先推回来 然后再打一个靶心 练个三星对吧 看看这边啊 这个粉色加速那个超级武器 然后我们开局呢 偷了一个盟军重工 就不要造维修厂了 直接造个维修车对吧 把这个坦克修一下 龙夫与蛇 你看到没有 所以说开局就不应该救他 应该把他带走对吧 然后再练个三星 练个三星把这个坦克修理一下啊 这边小黄再跟绿色 看那个卫星就看得到对吧 小黄再跟绿色打 粉色再跟淡蓝色打 所以说我们广快抓紧时间把紫色带走 现在紫色了又出了一个韩国飞机 你看 但是他没有群啊 他的牛车被我打掉了 我们直接把三星坦克封过来打电场 打掉电场没有电了 看到没有 没有电了 他的巨炮不响 然后用三星坦克把他带走了 家里又刷了个靶型 广快用这个坦克打把琴 再运个三星 这样呢 环零八一圈都没有人对吧 村草不生 先把左右邻居带走 然后看看厂商的局面 厂商的那个小黄好像打得挺好的啊 你看到没有 那个小黄直接把那个小绿带走了 这个粉色 这个粉色他居然捡了一个船厂 看到没有 这个是 他抢的那个淡蓝色家里的箱子 那个淡蓝色家里的是刷箱子 他把淡蓝色家里的箱子一抢 好像捡了个船厂 这个是船厂 他想拖到水里面打开对吧 然后我们要把坦克上开 因为这个粉色呢 有超级武器啊 等一下把我坦克丢到水里面 你看 他在我这里甩了一个船厂对吧 我们广快是超级武器啊 不出超级武器 等一下打不进去 这边还有一个小黄 对我俯视眈眈 这个淡蓝色你不要打我呀 对吧 你这么多兵 去找这个粉色报酬呀 然后我们再练个三星 其实我这个位置呢 也还不错啊 这个靶型呢 可以升级对吧 然后把这个火灯厂放在这里 再出一个船厂了 我感觉这个小黄要会晚一点 这个粉色跟淡蓝色的感觉 不怎么会晚啊 这个小黄对我的威胁比较大 因为他的铁幕比我先出来 你看到没有 我的铁幕还没有他坏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先下手啊 哎 广快把精英部队派过来 全部是三星 先换掉他的这个 换掉他这个铁幕啊 我这个三星呢 打铁幕都是顺瞄的 因为这个全部是三星 伤害比较高对吧 我把他超级武器干掉 等一下我的铁幕没他坏 然后在水里面呢 出一个章鱼啊 因为这个小黄呢 我打了他的铁幕 他会记恨我对吧 等一下他会出导弹船过来 所以说我们水里面 必须要出个章鱼啊 现在把这个坦克呢 全部分散开来 房子被那个粉色丢到水里面去了 对吧 哎 现在我们就在家里 等这个把星就行了 来一个把星 我就有一个三星坦克啊 然后呢 现在我们家里留一部分坦克 派一个六七个三星坦克 去打这个小黄对吧 因为他已经记恨我了 哎 直接走过来打电场 他里面有油里啊 不能往里面冲 小黄家里呢 送了两个房子 还送了两个油田啊 我们都没有油田对吧 然后他打我的防空 防空往后面走 现在坦克没他多 但是呢 我们有铁木 哎 你看这边 这边来的一个导弹船 对吧 赶快给他绑了 哎 我有章鱼 把它绑起来 对吧 然后我们就等铁木就行了 现在我的铁木好了 铁木好了 坦克不要全部去啊 全部去防止 那个粉色被偷袭我 我们就派六个就行了 六个照上铁木 对吧 照上铁木 往里面冲 哎 往里面冲 然后防空打基罗夫 直接吃掉他的坦克 先吃坦克 吃掉坦克以后 打油田 油田一爆 就把他基地炸了 看到没有 炸掉基地 然后再打这个油田 油田一炸 重攻又没了 哎 现在广快走啊 他里面有油里 看到没有 有两个油链 空了我两个坦克 广快撤回来 那么这个小黄 基本上就废了 他就是 没有保护好那个铁木 铁木被我打了 我有黑坦克 你就守不住了 然后你没有基地了 没有重攻呢 你怎么玩 就剩个基罗夫了 这个基罗夫拐着我家 我们广快照防空 他还有一个重攻 他还有一个重攻 但是没有用了 他没什么钱了 他油田被我打了 矿场也被我打了 对吧 然后我们出一个防空炮 然后小粉好像要来 看到没有 小粉好像要出来 广快把这个坦克 保护基地 这个小黄 直接没了 小黄没了 但是这个粉色 有点过分了 粉色直接把 大蓝色家里的箱子 给抢了 对吧 他手中的那个箱子 对啊 他疯狂的捡这个 淡蓝色家里的箱子 他是个法国 你看到没有 把这个淡蓝色 逼到角落里去了 那么我们准备打这个法国了 这个法国看上去 发展的比较好 有很多巨炮 但是他没什么坦克呀 他就那四五个小飞熊 有什么用 我们直接给坦克套上铁木 往里面冲 冲进来打巨炮 这个粉色呢 有这个超时空 他有何用 你看 我的坦克套了铁木 他还想把我丢到水里面去 这个铁木坦克超时空 是不能丢的 我就害怕他丢我的坦克 我的坦克一直分散 结果他不丢对吧 你不丢的话 我们直接三星坦克冲过来 他造了很多飞行兵 飞行兵呢 我们就把防空派过来 然后疯狂的打电场 因为他下面有很多巨炮 直接干掉几电 干掉电场 这样这个粉色就水不住了 对吧 这个粉色呢 感觉有点磨磨哒哒 他下面还有四个小飞熊 那个小飞熊呢 没什么用了 我家里还有坦克 还有兵对吧 然后用这个坦克 悬崖吊打 悬崖吊打 把他的坦克整掉 整掉以后呢 然后这个粉色就守不住了 他造了这么多电线杆 跟巨炮 太吃电了 这都没什么电 你看到没有 这三个电线杆 还有防空炮 还有巨炮 这个电力太吃紧了 打两个电场 就没有电了 所以说呢 坦克才是王道 对吧 巨炮的只是一个辅助 你全部做巨炮 你看 你太吃电了 坦克都没有 然后左右摇摆 粉色就没了 粉色没了 给蛋蛋色掏个田木 然后蛋蛋色就守不住了 直接把他核电场一爆 就没了 就没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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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